北洋军阀时代影像 一些普通百姓的街头生活场景 这样的日常场景 或许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面貌 街头拔牙不知道消毒没有 衣着破旧的孩子 在街头摊胃前戏发雨 在那个战乱贫人的时代 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生活实属不易 他们能自由自在地逛街 轻松地谈笑 并被镜头记录下来 更是难得 年轻的母亲和他的孩子们 其中有一对双胞胎 彩高桥 北洋时代1912年至1928年 留给人们的第一个印象 就是政坛更迭频繁 从1916年至1928年 短短的13年中 就更换过14位总统或代理总统 更换过38届内阁 最短的只有6天 两个女孩在给鞭炮插眼线 北洋时代另一个突出特征 争就是军阀混战 战争接二连三 彼此之间为了争夺地盘搞得国无凝日 全国范围内发生多少次战争 已经数不胜数 局部统计数据显示 从1912年到1935年 四川境内大小战争达400次以上 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29次 表演砸手的空中飞人 由于连年内战 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费开支 达到了惊人的数目 1912年至1928年的16年间 全国军费开支24亿元 这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 这个数目相当于1860年至1937年 工业建设积累的2.5倍 微海流工岛上的村民 各类惨案频繁 也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历史现象 1923年27惨案 1925年武萨惨案和杀鸡惨案 1926年318惨案 我们在中学都学过 对此并不陌生 这都是侵略者和军阀 联合镇压群众运动的暴行 路边的小吃摊 几只猪在乱窜 人们不以为意 上海的公共汽车 这一时期 民族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 但经济总体上还很贫困 社会面貌非常落后 当权的军阀 很少将资源和精力 投入到改善民生方面 恒生暴敛 搜刮民之民糕才是他们的目的 卖风筝的街边摊 小编曾看到过有人在网上追捧北洋时代 说那时候思想活跃 出了很多大学者 其实 这只是局部现象 也只存在于社会上层 对广大中下层百姓而言 他们缺一小时 饱受天灾人祸的侵扰 十分痛苦 任何一个理性的网友 都不愿穿越到那个社会 更不会歌颂那个时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